來讓鄭文燦交代正鄉名流的招待所曝光了 我們的獨家報導就位於桃園復興區的寶玉山坡下 這一棟透天三層樓的豪宅 過去呢這個桃園市町處曾經跟姦鄭文燦出動了空拍機來拍攝 不過這處招待所是否涉及不法案件 還有待釐清 山坡地上綠遊有一片四周竹林包圍 猶如是外桃園 仔細一看一棟豪華建築三層樓高座落在這裡 反差感十足 外傳這是桃園市前市長鄭文燦用來招待各界鎮商民流建商的專屬招待所 你們就知道這棟房子是他們的這樣子 我們大家彼此都知道這房子 都有見過面這樣 記者實際詢問附近住戶 他們紛紛表示知道是招待所也看過這森鎮商民流雷網 可見這間招待所的使用率相當高 不過被人發現這棟招待所位於桃園市復興區山坡地保育區 他們使兆面金僅有250平方公尺 但這棟招待所的面金卻高達600平方公尺 擴建超過350平方公尺屬於維建 鄭文燦他跟我們桃園的這些土地開發商還有建商 他們都有固定的聚會 通常他們就是大概一個禮拜左右會聚會一次 除非說鄭文燦有忙的時候 實際回到私人招待所可以看到這裡的位置其實正是相當的偏僻 而調查局人員之前曾經跟鄭文燦來到招待所這邊 但是因為這裡實在是太過偏僻 而且人員相當的稀少 調查局人員怕被發現因此也決定先行撤離 由於招待所附近幾乎沒有店家位置隱密森嚴 經過的每一台車每一個人都相當明顯 視掉處的跟監舉動很可能隨時曝光 於是選擇撤離換空拍機前去拍攝調查 這一棟豪華吐天豪宅才就是曝光 鄭文燦這回爆出貪污案是否透過招待所進行台面下的交易 涉及不法案件還有代司法理清 介紹報導 而鄭文燦相借好友丁文鑫是汽車公司董座多金 還出現招待所給鄭文燦但也傳出爭議不斷 一身西裝鼻挺還打上桃紅領帶 他是東興汽車董座丁文鑫 桃園汽車展示館開幕時 當時擔任桃園市長的鄭文燦也前往出席祝賀 而財務實力相當雄厚的丁文鑫在桃園 還有處山區招待所 提供給鄭文燦使用 顯見兩人感情相當好 不過也爭議不斷 這名丁信汽車經銷商負責人 他其實跟鄭文燦的關係非常好 還有私人招待所供自己跟鄭文燦使用 不過也因為他跟鄭文燦的關係肥淺 有許多人會賣他的面子 因此也傳出了一些土地糾紛 傳出許多大老闆看在鄭文燦的份上 會賣面子給丁文鑫 像是捲入遠航掏空案 跟潤影榨帶案的合作金庫董座 廖灿昌就曾遭人檢舉 傳出丁文鑫的汽車公司租借土地時 就早上廖灿昌處理 廖灿昌當時二零五年 以合作金庫董座的身份 對下屬施壓 要求在土地租約上 家住成租人有優先購買權 土利汽車公司 另外汽車公司董娘想要借錢時 廖灿昌也要求審查部放水 還進一步指示 神醫內容不要出現單保品瑕疵 順利申請信貸1.2億元 隨著案件發展 鄭文燦好友一個個曝光 似乎也顯示背後的政商關係 並不單純 記者綜合報導